Paul, 你怎麼做CP? 半小時前, 彎仔丹大型槍戰 到現在你還沒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究竟情況惡劣到什麼地步 用不著啟動緊急應變機制? 還不需要這樣做 這次是突發情況, 我也想不到 又是突發, 每次都是突發 STU去了哪裡?為什麼完全沒有出動過? 案件還是調查階段 而且在附近是密集市區 根本不可能要STU 在附近24小時準備好 如果被附近的居民 看到有這麼多飛虎隊, 豈不是更恐慌? 總之你每次都有解釋 每次都很合理 但是為什麼每次報告回來之後 都有這麼多漏洞? 這次只有一架潛艇 已經觸發了兩次大型槍戰 我想問你有多少次隱瞞我們? 駱Sir 下午見過唐永飛嗎? 我覺得她的出現有點奇怪 所以… 見到這個舊朋友會不會影響你的工作? 好, 雖然我和她是朋友 但絕對不會影響我的工作 A隊所有隊員都很重要 我作為你們的指揮官 有責任了解你們每一個 但是絕對信任 但我始終才是崗位 如果你一步都沒有走開 結果是不是會理想? 而事實上, 你是最先說到現場 但我始終都是紀律部隊 除了紀律, 還要適應變 罪案無時無刻地發生 什麼時候?在哪裡? 如果被你早在樓下撞到他們 當街發生槍戰 結果可能會更差 阿龍, 我們警察常常處於防守狀態 很多事情控制不了 阿龍, 我用朋友的身分跟你說 負責任是好 但是不用把所有事情都揹上身 謝謝, Sir, 我不會令你失望 稍後我去見處長, 你不用跟我去 聯誼的事, 我看看有目標才再跟他說 對不起, 署長到了 進來 署長, 廣瑞大廈的槍戰 死者全是外籍人士 六個俄羅斯人, 二十個阿拉伯蕊 已經按你的吩咐 全交給本區重案根 署長, 細緻的事, 我看報告可以了 那你急著叫我們什麼事? 上面下了命令 英國要我們交還潛艇 還要我把的人交還給他們 現在只剩下十多小時 你有沒有把握抓到他們? 情報組那邊改變了策略 已經擴大範圍追蹤 不過現在風聲那麼緊 短時間, 它未必會出現 逼得近身 英國那邊又不肯給太多情報 現在保安局跟我們交涉 希望讓我們給我們更多資料 還有, 英國政府要我們蓋住這件事 以防人氣不安 盡力了 還有 這個人牽涉到國際軍火 已經超越了香港地區的治安範疇 涉及到跟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 外交部駐港公署非常關注 想辦法活足, 她死了就很麻煩 保安局那邊, 我會掙取時間 幫你搞定她, 靠你 找到她就會立刻行動, 不能等 我怕沒時間向你回報 行了, 我知道你有分處 對, 總之不要洋出來了, 小心點 收拾齊了, 別遺漏了 收拾 收拾 汪Sir 行動很忙, 怎麼這麼空過來? 老闆還會有心情開玩笑 沒什麼事就過來聽什麼幫忙 不用了, 用你的力留下來捉賊吧 收拾頭收拾尾, 交給我們 行了 所有人先保住 清Sir, 大宇報仇 叫它 揹斷 把警督開, 搞觸 十聽 找人 抓幹事 那不能幫忙 連接 都沒辦法 好,我們要做一件事 如果你要幫我,我可以幫香港警察 你正確,你先把自己打開 我們要把你送回英國 那要把飛機引擎? 如果你要幫我,就算是你的 就像我所說,我無法做任何決定 那誰可以? 来找他 是特工 是孫來的, 真的帶他回去嗎? 本來就要抓的, 怕嗎? 要是放他在這裡, 帶他走掉了 你負責找他回來 那倒不好, 只不過我怕他出狡猾 會不會有什麼自殺式炸彈的? 來得自首就擺明走投無路 內控的是恐怖分子和俄羅斯特工 現在整件事都清楚了 Kyle偷了潛艇和設計圖 本來想賣給Isa的恐怖分子 誰知道被俄羅斯特工搶先一步 還殺了他全家人 所以他故意引起雙方火瓶 那他也沒辦法了, 老婆死了 也想救回女兒 她的女兒已經被人除缺了 那…即是她有自保來自首吧 我覺得她想多報仇 我去跟她說吧 你什麼事呢? 如果你不想說話, 讓我先開始 只有你? 我们有所有你的资料 我抱歉你失败 但你必须把你送回英国去协议 那是你的责任 那天我失败了航空船 我知道俄罗人和领导人都在捕我 他们甚至把我的家庭 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留在一起 为什么 復律? 你认识 你认识 你不能够责任我们 或政府的政府 和政府的政府 我必须有航空 MI6必须帮我 你担任政府政府和整个国家 MI6不会接受这个 可能 我认识 什么呢 我会帮助香港警察 去捕捕俄罗人和领导人 这也不可能 我们不会帮你帮助 你帮助 只要俄罗人和领导人 都在香港 你们都在担心 我对你失败了 我对你失败了 明天A1的标题 改为闹市大薄火 香港人人命危 还是不好了 照顧 朱小姐, 你真的不能进去 我知道温海在里面 你快点叫他出来 否则等收律师信 朱小姐, 温先生真的走了 要不我帮你预约各个时间 再上过来吧 你别再说废话了 我明明看到他的车还在 我今天看不到他 不用事, 我走 好 好, 温先生想请你进去, 朱小姐 你们城市传媒 全部都是生安八做的 我之前给你们做的专访 出来的答案全部都不一样 我何时有说过要选特首 更加没有说过要取代决策局 什么逼局长下台 全部都是废话 别怒气, 坐下再注意 坐… 我看到你们社会前线一向做事 都这么激烈 以为你们想多取一些曝光率 就帮你们推一推, 没什么不对 温海, 我警告你 如果你不立刻发道歉声明 来澄清这件事 我就告你诽谱 朱元, 你稍安无措 你从政以来最出名的是什么? 够大胆, 敢作敢为 但是要提高声望得选票 靖江就一定要久了 你今天会上来找我商量 就是最聪明的选择 那即是怎样? 合理化没有欺负我? 千万别这么说 你现在这样是什么意思? 我一直都欣赏你们社会前线的作风 不差再出钱, 支持你们运作 我告诉你们 这件事我不会就这样就算了 你先听我说 见我们目标一致 为什么要分开来做呢? 不坐在一起有商有量 那是否好些呢? 第一次见面, 付钱是便宜了 有份礼物要送给你 是 我看过影片 警务署已经出了新闻稿 黑帮火瓶和我有什么关系? 没错 警务署公布 就是两群匪徒在拼火 刚好有警务人员在附近執勤 又刚好够时间疏散市民 你猜会不会有这么多这么巧? 飞虎队洛家省? 为什么他会在这里? 你猜会不会有这么巧 在这里执行秘密任务? 现在科技先进 有网民就有记者 否则, 新闻自由也没有了 住院, 这件事以后就靠你们监管了 一单还一单 警务署行政出了问题 我自然会去申诉 不过, 不要把我和你们传媒 拉上关系 我说一句吧 有机会多点坐下 这段视频可能弄了一点 但是挖一挖一挖 下次挖到高清也未定 一收到, 马上给你 坐下 坐 副局长 我以为是处长约约我们 是啊 不过, 我有点想和你们先谈 然后再向你们处长 那你有什么想知道? 我看那份报告 为什么你们两个会在这里? 那份报告没有说 我飞灰队到过现场 这次枪战和潜艇案一样 都是由处长亲自带领专案小组 宴查处 我和阿栋刚刚刚经过 其他事情你没权过问 没权过问? 那是什么意思? 只想暗示给我听有秘密宣布 所以我叫你来, 汪Sir 是不是你的海外战人 又被这个处长? 这次不关我事, 副局长 你们两个不觉得很巧合吗? 之前没有合作过 一次联合行动就联合在一起 之后你进了训练习 表面上说想跟洛sir学习 之后发生了弯制窗战 又加上张文龙 对三个都在现场 副局长, 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我意思是,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任何违反编制的行动 保安局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但我就绝对欢迎 所有警员看到不合程序的东西 随时向我回报 我看不到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相信警察部不会有这个问题 是吗? 副局长, 如果没什么事 我不管你工作 我们先回去 汪Sir, 请留下来 你好, 博美的观众, 你们好 我是王浩然 想免费看到 我有份演出的家族荣耀 就快点拿出你们的电话 马上下载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